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有时会选择向中医求助,但在就诊过程中常常有医生告诉我们要改掉这样或者那样的习惯,且要求严格,有时约束太多,导致一时难以适应,甚至选择中途放弃。 那么医生为什么这样要求呢? 下面为大家做一个讲述,首先疾病是怎么产生的呢? 中医认为人在日常生活中因为饮食不节制,情之失常,起居无常,防湿无度,造成五脏六腑阴阳失衡,经气血亏虚实时就会产生疾病,疾病是身体异常的信号,也就是说当你的身体不恢复到五脏六腑调和,经气血充足,阴阳平衡时,中医认为疾病根本就没有彻底痊愈, 身体仍是异常状态,所以有人说中医不治病,中医治人,我们许多患者朋友到现在为止还搞不清楚中医和西医到底有哪些根本区别,西医属于指标医学,局部医学,病造医学,当你通过西药治疗,的确在短期内会使指标恢复正常,而你的病灶多半必须要手术, 可是许多患者病后病情反复,病造在此生出,就说治好后又复发了,有人问为什么? 因为西医只是暂时屏蔽了疾病的信号,在这里深深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一个人的病,只需要几粒化学药片和一把手术刀,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医学形式了。 西方人对待西医学是非常严谨的,因为他会把西医治疗带来的二次伤害评估进去,而中国的西医很少考虑二次伤害或者远期疗效。 治病真的很简单,只需要你早睡早起。 饮食调和,防湿节制,情绪舒畅,病都会慢慢好起来。 治病也真的很难,长期未得到有效治疗。 饮食,作息,情绪,防湿,长期处于过度和不节制。 身体经气血慢慢亏耗,五脏六腑严重虚弱。 想一时纠正,绝对是天方夜谭。 一个健康的人,首先要与社会和谐,与家庭和谐,与他人和谐。 最后就是自己身心和谐,这四个和谐做到了。 你就是健康的人,凡事要平静平和。 多向有慧根,有文化,有德行的人去学习。 常常改正自己的不良心态,身体一定会变得清透,头脑变得清醒。 只有修身养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健康。 先病后治,为时已晚。 懂得少生病,不生病才是大智慧。 健康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